坐 来 坐 坐 说吧 什么事 没事啊 就是想看看你 再问一遍 什么事 没事 没事是吧 OK 我有事我真特别忙 上面还有货要开 还不能坐着 我走了 好吧 有事 说 天宇哥哥 你平时工作那么忙 谁来找回你的生活 什么意思 我认真思考了一下我的将来 我觉得相对于事业和名利来说 女人更应该在家庭生活中实现自我的价值 其实相互教子一直以来都是我最大的理想 所以 我现在要朝着明远的方向努力了 你上次不爱说我应该催于明远吧 那现在的明远 就是江南胜利社会太太啊 他们最大的职责 不就是相互教子吗 想明白了 嗯 特别好 所以呢 天宇哥哥 我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我可以平安的 我要 为了你 退出这个比赛 真的 真的 那太好了 它的决定 那我们都要不打电话 可以 什么呀 什么 你刚刚说 我说我跟你订婚 你说好的 坐过去 来快快快快快 听过坐过去 吓死了 你 哈哈哈哈 其实 你不用担心的 我跟你一样 刚做出决定的时候 我自己都吓得一大跳 可是要不了五分钟 就会被巨大的幸福感 和喜悦所替代 真的 你相信我 回来 快回到现实那儿 你就魔障了 任何人都有追求爱情的权利 你都我也有 这是我的自由 你不能强加于我这份自由 任何人的决定 都不能改变我的选择 懂吗 我不会动摇的 我懂 真的 你要追求的爱情 不就是沈安吗 可天宇哥哥 我真的不明白 沈安到底哪里比我好 他只是一个被停了职的记者 我有哪一点不如他 苏珊 你是我的好朋友 好妹妹 尊重你 也请你自主 也请你自主 当我买过了 好 好 好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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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